世界变装皇后唱进总统府 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总统府内接见 日前在美国实境节目 卢保罗变装皇后秀 摘下后关的妮菲亚 她感性的感谢蔡总统 就像是台湾的妈妈 为台湾贡献 激动到速度哽咽 而她更是在总统府场厅 带来了三首精彩曲目 倒立劈腿样样来 嗨翻全场 侧空翻 再来个一字马 变装皇后妮菲亚 在总统府内进歌热舞 鲜黄色高叉礼服 搭配高跟鞋 就算倒立也没问题 华丽舞姿嗨翻全场 总统蔡英文也看得目不转睛 变装皇后在总统府场厅内 大秀歌舞 还在孙文童向前 转身飞踢 都是史上第一人 尼菲亚日前在美国实际节目 卢保罗变装皇后秀 勇夺后冠 蔡总统特别邀请 在府内接近演出 我做总统做了将近八年 第一次总统府有这么热闹 而且有这么多颜色 我要谢谢各位皇后 无所畏惧的美丽 挺身而出 打破框架 比赛作品融入台湾特色 经验评审脱影而出 尼菲亚这回服装设计 灵感来源也取自台湾特有种的黄莲花 象征出淤泥而不染 谢谢你这八年来的贡献 成为我们台湾的妈妈 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 因为你帮助了我们 表演时一旁国安人员神情镇定 超强的表情管理也意外成为焦点 尼菲亚接下来还将登上 巴黎文化奥运舞台再度让世界看到美丽多元的台湾 继续和夜灵翻台不斗